北京时间9月15日,NBA官网继续刊载30天,30队的赛季前瞻系列文章。 今天介绍的是华盛顿奇才,上赛季常规三战季,43升39副星际补入人员,德怀特霍华的自由球员签约,且复合林自由球员签约,特洛伊布朗逊秀,奥斯汀道里福斯交易惊吓,流失人员马辛哥塔特·麦克斯科特上赛季,由于膝盖手术,沃尔学习了一半的赛程,比尔因此成为当家球星。 并且依序夜晚激发出小宇宙第七感,比尔的发挥给了奇才信心,使人们明白了,在双核都健康的情况下,他们完全有资本自吹,是联盟排名前四,甚至前三的二人组,在比尔身边,奥托伯克也有亮眼数据,这一季,他的三分命重率,高达44.1%,排名联盟第三,他也是奇才队内的二号的分手。 然而,奇才其他的球员定位,就没那么明晰了,尤其在前场,除了凯利乌布雷,其他人的发挥一团乱麻,令人失望。 于是,到赛季末,奇才状态冰冷,十二场球输掉了九场,只是勉强保住了第八的席位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奇才正在和时间赛逃。 现在,我儿27岁,比尔25岁,都处在他们的巅峰期,而这样的机会,奇才必须把握。 只是,这二位核心却很少能一起保持健康。 健康,也是高层对他们唯一的期望,是要提醒,高管门的耐心总会被耗光。 就比如今下,猛龙,亲手拆散了德罗赞和洛瑞。 当然,球队运灵的花费也必须考虑,沃尔现在手握的超级道合同,要到2019-2020赛季才能生效。 而未来三年,比尔的总薪水同样达到了8000万美金。 还有奥托波特,他收入也大致于迪尔持平。 波特这两年,获得了不少赞誉,可他的合同却明显溢价了,时不我待。 其他选择了信任德怀特霍华的一把,魔兽在今下加盟题材,但他远离巅峰期15年了。 不过总的来说,相比哥塔特,他的确升级了前场战力。 作为一名32岁的老兵,魔兽是被来往买断后加盟的,因此,他的合同很便宜。 另外,魔兽仍是位高配的篮板手。 上赛季,他场均能摘下12.5个板,其他签下霍华德,就好比赛前进的过程,终捡到一块香蕉皮。 四年里,霍华德已是第四次更化东甲,他一直在努力扮演有亲和力,这种搞晓得傻大哥。 但事实上,他与很多前队友相处的并不好,其中最著名的就包括科比和哈登。 但也不要犯傻,霍华德可是能见名人疼的中风。 2009年,是他将魔术扛进了总决赛。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,霍华德曾是NBA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。 但霍华德的衰退也让人多少有些困惑。 他从未深度开发进攻端的技能包,比如一些独门杀手锏或者中距离的投射。 随着联盟到环境的改变,魔术逐渐成了类似恐龙的宾位物种。 一旦飘在三秒区之外,他的作用就会急速衰前。 另外,即便他保持了相当棒的身体状况,他依然能在球场上奔驰,但他却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防守恶魔了。 也许,霍华德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张了。 但在他离开魔术之后,这的确成了个问题。 似乎,在生涯的进程中,霍华德一直在取悦他人,可到最后,他却搞得一地鸡毛。 最终,当魔兽无法在地位要倒球,他发火了。 而未来,在沃尔和比尔身边打球,魔兽的境遇依然类似。 毕竟,上赛季,七彩双刀场均出手总数超过了35次。 球的转移,分享球,也一直是前阵中锋哥塔特使不识抱怨的问题。 今下,沃尔一直在说,为了能让霍华德打得舒服,他愿意做任何事情。 毕竟,有什么好选的呢? 自从2012到13赛季比尔与沃尔联手,两人一起总共赢过三轮系列赛。 可他们还从未摸过冬绝地板。 然而,如今,随着张姆斯西游,东部的格局,一下子开放起来。 休赛七,七才没有选择交易乌布雷,但后者的处境却值得观望。 作为席台的小前锋,乌布雷持续进步。 只是,随着球队又摘下一名同位制裁鸟特洛伊布朗,未来,地侧将变得更加拥挤。 布朗和乌布雷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球员,因此,到下赛季的交易截止之前,如果齐才送走一位封江奥托波特或者乌布雷,请不要感到意外。 毕竟,乌布雷名下,就有资格提前取约了,齐才却给不了他类似波特的道合同。 至于蔡鸟布朗,他是一名球场视野出色,控球技能可靠的小前方。 但鉴于他在球队的辈分,心计,他也许无法获得太多机会。 选秀那天,齐才手握15号签,处境有些微妙,由于他们心仪的后卫和内线都被选走了,他们又不想冒险摘小麦克尔波特。 因此,最后,选项只剩了两个,要么交易掉这张前卫,要么选一位一颗小将。 齐才还做了比交易,他们将戈卡特送去快船,换回向利福斯,后者标注的位置是空位。 但却缺少比赛视野,为队友创造机会的能力也比较差,效力更像是一名三分射手。 上赛季,他在外线的表现不错,三分命中率达到37%吧。 未来,他可以将该克制带到齐才的板凳上,总的来说,齐才这个夏天运作力度很小,所有这些改变,对于球队大军也不会产生明显影响。 在张姆斯离开东部的背景下,靠着性有阵容,齐才杀进进后再不会有问题,但他们能走多远,就取决于伤和的健康程度了。